歡迎光臨 你們常在看電視的時候 看到電視上很多的藝人 你都會覺得說 他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就是他的人設 我們有時候都會被他 私底下的另外一面嚇到 就比如說他可能有 非常厲害的家世背景 又或者是他其實原本 可能是一個某種運動選手 或者是比如說我老公 每次出去都會被別人說 講這樣子 他在家一定超強勢的 因為他看妳電視上的形象 對 殊不知我私下多麼的溫柔 又是善良 所以這就算是妳不為人知的一面 那就是眾所皆知囉 那妳跟我們今天主題五關 不是 可是到現在 還是有很多人誤以為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殊不知私底下 得理不老人 然後一定要問什麼 很尖銳的問題 到底沒有 因為有時候我跟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譬如說有新朋友加入 然後我只是跟他閒聊 譬如說 那妳平常喜歡做什麼事啊 什麼什麼 他就會說 怎麼樣 好緊張喔 要來了嗎 妳是不是在康熙 那個小學不信弟 是要拷問我嗎 我想說沒有啊 這次只是嫌你 嫌你啊 妳這樣講對耶 因為很多看節目的人 然後可能看到我的時候 我剛才還不想 影響成康熙 對 對 因為真的是有時候 在路上遇到有一些 我哥好想你喔 來 今天我們就邀請了 很多藝人來 然後呢 可能都被人家有 設定人設 對 或者是 看不出來 他其實私底下 是另外一個感覺喔 歡迎五位來賓 小娜姐 小娜姐 天吳姐 美娜姐跟菲比 菲比 想要趕快 那個 什麼 是不是想要幹嘛 不能再弄啊 那個翻白眼 翻白眼 什麼意思 她沒辦法翻白眼 我才剛重新縫好雙眼皮耶 不能翻 不能翻喔 妳有沒有看到它更厚了嗎 對啊 可是我現在翻的話 它可能會更不協調耶 可是妳現在是 傷口已經癒合了是不是 對啊 一個月了 自然 也自然嗎 妳現在翻得了白眼嗎 不行吧 妳那個 對 等一下 妳冷靜 好 三二翻 有耶 好辛苦的感覺 比之前好了 好像比之前平衡一點 對 可是妳不要再弄了好不好 妳現在已經很完美了 這是最後一次了 確定喔 不可能啦 確定喔 我常常跟我自己講說 我做醫美 我要去調整 微調都是最後一次 NO 我到現在都還在用 不好意思 這個位置這樣擺放 好像一個時光隧道 妳們三個是 不同時期的彩樺姐嗎 是這樣子的 不是 還這樣了嗎 整型的小綺圈是我的女兒 對 對 長得 對 長得很像 我很像媽媽 我很像她媽 最早期的那個彩樺姐 對 然後中期的 中期了 開始了 對 我們三個就像一家人 好像 很像的 對 導播像不像 我覺得 很多人一直說 對 很多人說妳是彩樺姐 很多 而且還上新聞 新聞也寫過很多次 對 一直有人說 我是年輕版的彩樺姐 對 真的是委屈她了 然後自從菲比出現 也很多人說 那個不吸體的菲比 長得跟我好像 對 很多人講 菲比妳下來 妳們三個這樣子 比對這個頭一下好不好 妳就測一下基因 那一家人 三姐妹啦 三姐妹啦 大家好 我是小姐不細地的大姐 大家好 我是二姐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你們也太配合了吧 對 好 那今天有沒有要 我們要讓觀眾知道 你們其實真實 有另外一面 是 我們這個版主上 有想不到吧 其實我 然後有非常多點 我們可以先從我們覺得 有興趣的一個一個來聊 S姐 你要點哪一個 對 可以點點看 因為我也剛剛演完戲 是 為情欲戲學習怎麼叫 因為我也有學過 誰啊 我看一看 這一看 因為妳最近的那部戲很紅啊 我女兒都有在看耶 我那一集很紅 對 應該都是第一集 妳不要分這麼細啦 妳那一集 妳有看嗎 彩樺姐 我有看 我有被妳吸引耶 我覺得妳在 做那一件事好美喔 對 好棒喔 對 因為妳的那一個 情欲是很融入的 然後是美的 不是亂七八糟的 或者是有美感的 真的要學耶 因為我就跟老師說 我不要發出 就是很像A片的教室 他說 要用氣音 所以是誰也經歷過 這種學習的 其實呢 為情欲戲學習怎麼叫 那就是我 妳為什麼要看別人 彩樺姐 妳有看過情欲戲 我告訴妳喔 最近呢就是這一次的 今年的台北電影節 的星光首映呢 有大概兩百多部 是 入選七部 我那一部是短片 是其中一部 好厲害喔 它叫出聲 就當初的出跟聲音的聲 然後那 這一部短片呢 我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講 講過一句話 只有後面叫一聲 妳是不是也有聽到還是 什麼的 不是 是因為我是 我的先生 他就是因為外面有了小三 然後就 又賭博 然後欠了很多債 然後他就自殺死掉了 好慘喔 我婆婆又中風 所以從此以後呢 我就憂鬱 沒有辦法再講話 講不出文化了 說說有準喔 有在那時候光顏了 顏得總不會說話 那是很內心的戲耶 對 然後我是賣魚的魚販 就是在菜市場賣魚 然後我每天都過著這樣 因為先生死掉了 我還是要照顧這個中風的婆婆 我都沒有辦法講話 所以在戲中 妳是不是連妝都不化 對 因為那樣才逼著 對 然後後來 可是還是看得出來有整形啊 那是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那是不是 就是沒有化妝 沒有化妝就已經很厲害了 對 然後素顏講 然後後來呢 就是這個市場我在賣魚嘛 然後就來了一個年輕人 就是來這邊賣牛奶 因為他也是回到故鄉 他曾經出去外面打拚 結果就工作 然後斷兩個手指頭 後來就回到了這個家鄉 在市場賣牛奶 就後來我們就 产生情愫 就有來電這樣子 那你說年輕人 是比你小幾歲 大概快二十歲 誰演的 小現龍耶 許濤 他長得很像是台灣人嗎 對 他長得很像藍震龍 這麼帥 很帥 很帥 對 你跟他發 你跟他眼神愈眩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可以選男人耶 我覺得好驕傲 因為當時導演說 來這兩位讓你選一下 但是兩位都不錯 但是我就覺得 這個眼睛大大的 好像跟我就比較配一點 就是徐皓的外型 是你喜歡的 就是跟我比較搭啦 是你喜歡的嘛 就別喜歡啦 比較好聽啊 然後問過我的周邊的 好朋友藝人啊 都說還是選這一個 那你當時有知道情愈戲 到底到多大的尺度嗎 那時候我有跟導演就是 就跟他講說 其實導演 我不想要把他拍得很噁心 不 對 因為我覺得這種 誰希望情愈是噁心啊 就是說有的畫面 如果你們有拍得很美的話 會真的會歪掉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導演就是 就溝通導演說 OK 彩花姐妳放心 絕對沒有問題的 所以跟他在演這個情愈戲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跟他不熟嘛 所以我就說 導演我可能要跟他 先練習嘛 先練習一下 就是有可能 不是 都是有那個 動作的指導的老師 那時候沒有 我們就是 我就跟導演講 然後導演就說 好 我們找一間飯店 然後一間房間 然後那個導演跟副導 還有企劃什麼都在旁邊 我們先做一個就是 坐在床上 我們先眼睛閉起來 然後手握著手 然後再慢慢地這樣子 往上這樣子觸摸這樣 對 就是讓自己去 接受他的身體 接受他 摸到什麼程度 沒有摸那些部位啦 對 這是有胸部啊 腰啊那些嗎 有 還有就是站起來的 臀部 對 對 對 然後一次之後我覺得說 我還不夠 還不夠 還想要 還是不熟對不對 都不熟啦 好 就過 導演還不可以再一次 都不夠 好 沒問題 因為我再訂了一天喔 對 我連續訂兩天 會總共三次 我 因為我覺得 我不喜歡在現場演戲的時候 都在那邊咬來咬去的 對 要嘛 你就把它演到位 不然不要四不像 一直在那邊咬咬咬 不會 那幹嘛要演 對啊 要 你就把它演好 所以我一定要對他 非常的信任 我要把我交給他 這個戲才會好看 所以呢 就是後來又 又要了兩次之後 去約了 然後也是這樣摸嗎 閉眼睛摸嗎 對 就是在從頭 在熟悉 在閉 然後在擁抱這樣子 對 然後在現場的時候 正式要拍這場戲的時候 你知道我 我還是很害羞 我知道 我就說 有沒有 有沒有威士忌 有沒有紅酒 或小米酒 可以耶 讓我自己放鬆一點 對 我也喝一點 然後我就都 他有沒有 他好像也有喝一點這樣 然後後來呢 大概拍三個鏡頭就完成了 然後後面要叫一聲嘛 對 那一聲 那一聲怎麼叫 那一聲是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女人重生了 她找到她的未來了 是這種感覺 生命重新被燃解 對 所以她才會開口有聲音 她才能夠講話 對 她是沒有辦法講話的人 所以那一聲 真的有請老師教喔 那一聲就是在 在其他哀嘛 收音不好嘛 我就去錄音室再重新配啊 你知道嗎 導演講了大概 二三十個版本啦 有外國人的 什麼丹麥的啦 日本的啦 日本的啦 東南亞的啦 東南亞的啦 他找到要叫那個聲音 也不能太長 也不能太淫蕩 對 也不能太什麼 很難啊 所以那個聲音不是因為 坐電視太開心而叫 而是因為你重新 對 對 他重生了 我重生的那個叫聲 對 所以我在 我在那個錄音室 我又進去了錄音室錄的時候 導演說 我找了很多個版本 你聽聽看 然後我說 我說 我說 錄音室 有沒有酒 有要酒 再厚一點 不然你叫我怎麼叫啊 真的 你不會就把徐濤摳來吧 沒有啦 人家在忙 我就 怎麼叫 叫不出來啦 怎麼辦啊 酒 有沒有酒 然後又喝了兩杯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叫 就這樣叫 不是 就選了幾個版本 這剛轉的時候嚇一跳 不是 我跟你跳 你又跳 趕快轉 走 那到底導演 你要什麼樣的叫聲 我又一直叫 一直叫 我那一天 整個下午都在叫啦 為了這個 結果他最後選到的是 哪一個叫聲 我有點忘記了 我覺得直接看 看影片 對嘛 交信 有感受 其實是滿可憐的一個女人 很期待 對 台花姐這個 為了有嚇到我們這個 謝謝 而且還被選為那個開幕片耶 很厲害 兩百部只有七部 庫顏 然後看你的內心戲 還滿感動 好 那接下來還有其他的 我想想看 待過七個以上的 技術家庭 田舞陽 你好 好像不是我 七個以上的技術家庭 七個以上的七豬家庭 七豬家庭 七豬家庭 她是從南部到北部嗎 這從南部庭到北部 那叫背包客 那不是技術 好 這以上 這個手下庭 好帥喔 這也是 上西有來學出來的書 對 就是我看起來 好像大部分人 對我的印象感覺 我像是個小公主 感覺就是嬌生慣養 長大了 可能還有公主病那種 就是 我的外型給人的感覺 是這樣 就是因為太可愛了嗎 不知道 但就是好像我的形象 有一點娇氣 對 有一點娇氣這樣 但其實我是 就是跟爸媽 都是沒有生活在一起 我是一直以來 都在技術家庭 就是技術在別人家 長大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爸媽沒有要的小孩 妳說被拋棄嗎 對啊 你們家還有兄弟姐妹嗎 我有姐姐 那姐姐有跟爸媽在一起嗎 姐姐就跟我媽媽一起生活 然後我就是 放在外面流放這樣 為什麼要放在哪裡 就是給別人養 給各式各樣的保母 為什麼爸媽要姐姐不要妳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婚姻是有一起的嗎 沒有 他們分開了 我出生後分開了 所以就有點 怎麼講 就是我媽媽生我之後 遭逢了很多不幸 就是她的失業倒閉 然後跟老公也決裂 跟自己的媽媽也決裂 然後就覺得都是我造成的 所以就有點 養不了我這個小孩 所以我就開始 流放在各個家庭裡面 我就是 從幾歲開始 從小 除少 可是因為不一定都一直有人養 所以我只要沒有人養的時候 還是會送回去 我媽那邊的親戚家 但是一有人養 就再送走 但妳媽是不要妳 養了妳就對了 要爸爸也不要妳 爸爸 對 就是也沒有看過爸爸 就不知道他 沒看過爸爸 沒看過 我也不知道他 現在還是不是活著 就是完全的陌生人 那媽媽現在有跟妳聯絡嗎 沒有 就都沒有 好悲心 天啊 媽媽好像怎麼會 捨得啊 可是妳小時候 妳知道媽媽的角色是哪一位嗎 我很大才知道 大概小學三年級左右 大概才知道我的媽媽 就是這個是我媽媽家 所以七個住宿家 寄宿家庭 他們對待妳是好的嗎 有一些比較好的 但很短暫 然後大部分時間比較長的 都不太好 最糟的是怎麼對待妳 我最糟有遇過一個 家庭他們是 不知道是什麼宗教 但是就是會對我施一些 宗教儀式 就是 這是米 然後後來 就是拿東西打妳 或者是有什麼奇怪的 對 就是會有一些 所以有小人啊 拿那個棒子打妳 還是什麼 我沒有記得非常的清楚 但大概就是 會記得 會被綁在桌子上 然後他們會撒一些 撒一些米 對 什麼 然後會拿一個鈴 一直念一些咒語這樣 我後來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然後我是直到長大 看了一部電影叫《咒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然後就發現 驅魔 它就很像 那個儀式跟他們的氣息 跟他們整個村莊的樣子 都很像 真的假的 所以那種是真實存在的 那個是真實存在的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啵啵啵 在這裡 進入 drizzle 第二� 秋�� 四 六 七 八 七